委員大家好 我是18號陳情人士問選林口街80巷的居民 今天這句話會不會成為事實 就看各位委員的專業跟良心 親愛的 誰把社福變小了 我們大家都知道廣時基地有6.5公頃 那怎麼回事 這個大家眾所矚目的現在變成2.9公頃 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是怎麼樣北伐割據在2014在台灣台北再現了嗎 怎麼說 這個上一次的這個開發案 到底送財結果是怎麼樣我們都還不知道 那可是現在在寫的這個修訂案 他就依照之前講的 直接把這個6.5公頃的化分成三款 分別給社會局財政局跟公園處所管有 我要是社會局局長 我就像我大腿一塊肉被挖掉一樣的痛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社會局長沒有站出來講話 那剛剛有這個承辦人就說 那我們這樣子切割呢是為了這個開發方便 請問一下大家都念過經濟 什麼叫規模經濟 當你的量體夠大的時候 你才能夠吸引足夠的所謂國際級的 夠品質的夠好的專業的團隊來標 不是嗎 那結果沒想到我們看到的卻是 就地分割不講 好 那我們的這些開發的這些成本 是不是產生充電 以後開發完成之後 大家都知道所謂的本位主義 這是人性很難避免 請問各位委員 那之後會是怎麼樣 那我們等著就看 有可能連垃圾都沒有辦法好好的處理 好 接下來再看 誰規定 沒有 前一章我還沒講完 誰規定 這邊就要用社福 這邊就是社會局 誰規定 這邊就是公園 誰規定 這邊就是商業用地 請問一下可不可以重新思考 我們要求統一全責重新規劃 為什麼 下一頁 請不要造成我們這邊社區居民 彼此的族群對立 怎麼說 這邊我們是林口街八十項 只有八米寬 這邊是福德街八十四項 他是側面面對這個基地 我們是正面 而且我們是位於這個基地的北側 請問一下我們的日照權誰來關注 封切問題怎麼解決 這個有在考量之內嗎 那誰規定可以這樣做的 那你是不是直接讓我們這個 這個禮 這兩個禮的居民 就當送就打起來了 那為什麼公園 綠帶不能成為一個環繞 讓大家都可以共同享用 那我這邊就要說 廣資開發根本就是公然違憲 它違反了 它根本沒有去留一檔 我們林口街八十項居民的 我們的基本人權 請問我們的日照權 我們的居住安全 我們的財產保障 下一頁 接下來 如此粗糙的修訂案 各位委員敢背書嗎 剛剛的承辦人員說 這邊有物質 依照大家的建議把它修改 請問一下 可以拿出來公展的文件 可以如此粗糙嗎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下面請那個 奧斯專業都市改善組織的 彭楊凱文先生 請